各位每日读经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今天是12月26日 为各位诵读的福音是圣马豆福音 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 你们要提防世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益会 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 你们也要为我的缘故 被带到总督和君王面前 向他们和外邦人作证 当人把你们交出时 你们不要考虑怎么说或说什么 因为那时候必会示给你们该说的话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们父的圣神 再对你们说话 兄弟要将兄弟 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 要将他们害死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被众人所恼恨 坚持到底的人 才能得救 各位在圣诞节过后 26日这一天 听到的这一段福音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大家还在喜乐的气氛里面 却在谈这样子忧郁的事情 却在谈信仰的态度 原因是今天教会特别庆祝一位圣人 这位圣人是教会的第一位 为主耶稣基督 训道的门徒 这位门徒 这位执事 叫圣德范 今天我们庆祝这一位圣人 他在信仰过程里面 为天主做了证 而他的生命 的的确确完全交托在 这一位为我们诞生的救主身上 所以教会在圣诞节 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活是为主而活 天主为了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应该交托给来到这世界上面的主 我们的生命 甚至可以为了这个信仰 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 为了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 我们可以为主而死 这是今天教会庆祝圣德范的节日的意义 因为只有活在天主内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满全 只有随从天主的旨意而生活的人 他在他生命当中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道路 主耶稣说他是道路 主耶稣说他是真理 主耶稣更说他就是生命 而这生命是在他内的生命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活 在他内而活 我们可以获得永远的生命 而不是在这世界上面短暂的生命 今天圣德范为我们做了榜样 也请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们 为主而活 愿天主降福你